近来求职诈骗频传 不只有台湾的民众被骗到柬埔寨宁略 甚至还有台版的KK园区 为了保障求职民众的安全 五谷区新增里跟三重就业服务站合作 每个月会有一天住点服务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为了服务有求职或是求财需求的民众 五谷区新增里和三重就业服务站合作 每个月会有一天由服务站的人员 来到里内住点服务 希望保障民众求职求财的安全 现在新闻我们也都看到 就是像柬埔寨 甚至于我们现在国内也有这种诈骗集团 就是招揽这些年轻人 然后去做非法 然后甚至于领虐他们 然后我们透过三重就业服务中心 来做整个求职求财 我觉得是最安全的保障 然后也让民众可以更加的便利 可以争取到优秀的人才跟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 近来求职诈骗评传 甚至还出现台版的KK园区 让许多民众觉得惊慌 现在可以就近在里内咨询 而且有公家单位进行把关 让民众觉得安心 我觉得说如果要找工作来这边 才需求的民众可以善加利用这项免费的服务 记者沈仲林瑾瑜五股采访报导